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张雅婷 欧洲议会表决同意 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连任 过去五年 她被媒体封为欧洲女王 带领欧盟度过疫情和能源等危机 未来五年全球地缘政治紧张 她将有更多挑战 401票赞成 284票反对 欧洲议会通过范德·赖恩连任 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主席 好心情全写在脸上 范德·赖恩成功连任欧盟执委会主席 票数超越五年前的383票 66岁的范德·赖恩 童年梦想是成为考古学家 大学先攻读经济后改为医学 工作经历包括妇科医生 家庭主妇地方议员 在德国联邦政府 主力任家庭劳工国防等部长 后来政治生涯虽在德国不顺 却在欧盟发光 作为欧盟执委会史上第一位女性主席 范德·赖恩被媒体封为欧洲女王 也是半世纪来德国人首次担任此职 过去五年他带领欧盟度过疫情 和能源等多次危机 而新的任期他提出31页施政纲要 包括续推欧盟绿色新政减碳目标 增强绿能产业及国防投资 恶阻中国武力犯台等等 未来将带领欧盟面对气候变迁 和复杂艰难的全球地缘政治情势 迎接法国巴黎奥运赛纳河即将举办游泳赛事 巴黎市长最近亲自跳进河里游泳 为水质卫生挂保证 巴黎市长伊达哥跳进赛纳河大赞水质良好 巴黎奥运即将开幕 赛纳河是铁人三项 马拉松游泳等赛事场地 当局斥资约新台币500亿 防止污水泄入河道 但先前多次未通过水质检测 在六月时 巴黎市长伊达哥原本要游泳验证水质 不过受到暴雨影响 当时水中粪便细菌含量超标十倍 活动不得不推迟 直到日前才兑现承诺 巴黎市府指出 这场活动是为了展现城市与国家 为改善赛纳河水质和生态所做的努力 赛纳河将在奥运期间扮演重要角色 除了为比赛场地做准备 法国当局也在维安方面高度戒备 本届奥运开幕典礼在赛纳河举行 约一万名运动员将乘船在河面上流行六公里 开放式空间挑战维安难度 特别是法国曾经发生过恐怖攻击 加上禁制美国川普枪击案 更让巴黎官方提高警觉 法国军队日前已进军赛纳河周边 并配备无人机军犬等各种装备 应对可能来自路面水上或空中的威胁 一名高级军官表示 如果开幕式成功 将能在接下来的奥运会中 取得法国民众和巴黎市民的信任 中央社综合报道 在海外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三十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路 台湾美食顶泰风在全球各地插旗 已经有上百家分店 但市场讨论已久的美国东岸店进度缓慢 受疫情缺工缺料的冲击 最近才开幕 成为百老汇大到热门打卡经典 顶泰风纽约分店在曼哈顿中城盛大开幕 董事长杨继华与负责北美地区 营运的执行长杨国华等家族成员 齐聚为分店剪彩 新任驻纽约办事处长李志强 与纽约美食见名人出席仪式 仪式上顶泰风分别捐赠五万美元 折合新台币一百六十三万 给黄金屋基金与青年高峰两个非盈利机构 协助亚裔创作者和低收入亚裔及移民青年 新台风纽约分店坐落在曼哈顿市区最近华丽段 占地约740平是全球最大分店 由于人流不断 首日营运才预约至 顾客需在网上登记才能入场 中央社记者廖汉元纽约报道 非洲热浪席卷南欧 希腊雅典市区温度连续飙迫四十度 知名的雅典未成还一度关闭下午时段 避免游客和工作人员受到热伤害 政府也呼吁民众节约用水 保持供水稳定 民众用扇子不停扇风 希腊在历经有史以来最暖冬季之后 夏季热浪也提早来临 雅典街头最近气温飙到四十三度 民众必须躲在阴凉处或洒水降温来避免中暑 热的热度很可怕 你必须要保持温暖和喝 希望你能够活在这一天 我刚刚到这里只有十分钟 但我感觉很热 我们在天空中有十分钟 甚至十分钟我感觉很热 由于持续的高温 希腊文化部一度宣布 为避免游客与工作人员受到热伤害 知名的观光圣地未成 中午十二点至下午五点不对外开放 医疗团体也在现场待命 发放饮用水及小册子 教导民众如何避免中暑 每天我们听到政府 我们有疾病 来到这里 除了我们第一个国家 因为我们是第一个国家 我们也提供第一个国家 我们也提供第一个国家 他们需要 帮助冷水及提供 如何避免高热 我明白为何他们做的 可能是为何他们做的 人们在天空中抑制 比较多了 在天空中抑制 是来自非洲的一股热空气 席卷南欧与巴尔干半岛地区 希腊政府禁止在一天中最热的时间里 进行特定形式的户外活动 政府同时也呼吁民众节约除水 否则可能为希腊带来缺水危机 中央社综合报导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频道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张雅婷 我们再会 谢谢大家